前几天,据说中共空军16架飞机大摇大摆地闯入马来西亚空域 那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南海的局势会因此再生波澜吗? 马来西亚的空军又有能力能够抵挡住这部公司吗? 首先,得纠正不少中文媒体和自媒体的一个小错误 根据马方发布的示意图显示 这一次中共军机闯入的是马来西亚的飞行情报区 并不是飞进了领空 如果是领空的话,那我想现在的国际新闻应该会更加热闹 飞行情报区指的是,由国际民航组织所划定的 提供航管和空行服务的责任区 通常的范围除了该国的领空之外 还会包括临近公海上方的空域 这个概念跟我们经常听到的防空识别区很相似 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一国基于军方需要单方面划定的空域 比如现在这张图上的左下角的呈现部分 就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没错,它是包含了福建的 实际上,不管是飞行情报区还是防空识别区 都只做航管和识别所用 并没有实际的法律约束力 所以这一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并没有错 中共军机的确是没有飞进马来西亚的领空里 是在行驶航行自由 只不过这一举动在有领土争端的南海诸国看来 是和平之举,还是蓄于挑衅 那就得另说了 这一次中方派出的是16架运输机 包括1276和运输林 这两型飞机是目前中共空军战略运输机的处立 我印象中,这还是他们第一次飞到这么南边的地方来 目前中共共拥有不到30架运输林 以及20多架1176 能够一次性出动16架 不能说是清少而出 但也算是大动干戈了 虽然通常来说 运输机的政治敏感度要小于战斗机和轰炸机 但由16架战略运输机组成的机群 是足以投送一整个机械化闪避营 外加全部纵使装备的 这个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都非同小可 可见中共军方对这次拉链是非常的重视 同时也显示出 运20终于真正的具备了远程作战的能力 那么这16架飞机是不是用来恐吓马来西亚的呢 我觉得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并非是主要方向 更多的还是想要培养真实战斗力 毕竟运20是2016年才服役的 直到现在才算是初具规模 南海诸岛礁虽然填得很快 但机场跑道却也是近年才修好的 因此才需要让空军过去熟悉当地的海空环境 而且在南海问题中啊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争端并不突出 是疫情爆发以来 两国的经贸和外交间的联系是变得更加密切了 他想要吓唬完全可以弄一弄旁边的菲律宾或者越南 没必要专找马来西亚下手 当然了以上这些呢 都是我根据正常的思维模式做出的判断 但现在他们的角色者脑子是否正常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可以去问问刚从中南海讲课归来的瑞士学者 张维为教授 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的实质 我马来西亚人早就看得非常通透了 当然了具体是不是威胁 得由被冒犯的那方去判断 在事件发生后 马国政府还是对中国发出了外交抗议召会 马空军也表示 鉴于航道上的空中交通密度 这一事件对其国家主权和飞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至于大马民间的意见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我估计有很多中华交正在洗淨祖国神兵天将呢 这一次由于中国军方没有事先知会马方 马方空中交管员在发现飞机后发出了数次指示讯息 但中方也没有理会 于是马来西亚空军出动了英式教练机前去半飞和监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有些奇怪呢 为什么是出动教练机呢 你看在东北亚呀 台湾、韩国、日本基本上都是出动F-15、F-16上去的 怎么马来西亚就放了个教练机上去啊 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啊 这个就得说到马来西亚的海空军了 目前马来西亚空军拥有18架苏山林 8架F-18和13架英国的BAE英式教练机 另外呢还有10架米格-29 但由于缺乏零件 目前已经全部停飞了 至于什么电站啊预警啊 这些辅助机种 则更是完全没有 咱们在介绍其他国家的时候 作为主力的四代机都是几百家的规模 甚至不少都已经玩起了F-35这种五代机了 相比之下 马来西亚空军啊实在是落后太多了 而且也长期以来 马国空军的作战部署 主要是以马来半岛 也就是西马这边为署 而在整个比利南沙的婆罗州上 只部署了一些英式教练机 这种教练机是英国BAE公司 于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 本身不配备雷达是没有办法进行现代化空战的 这也就是为何马来西亚空军只能半飞和目视监视 因为你连用雷达照它都照不了啊 至于马来西亚海军的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主力是六艘比较先进的法制追风级护卫舰 以及两艘游鱼机潜艇 此外还有十几艘轻型护卫舰和巡逻艇 这样的数据与旁边的新加坡和印尼相比 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更不用说与如今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海空军相比 中国从2013年开始 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了催田造岛工程 截至目前中国已在南海八座岛礁上完成了填海遭地 其中在美激礁、祖壁礁和永蜀礁上修建了永久机场 并且跑道长度均超过了3000米 可以启重重型运输机和轰炸机 根据这一次的示意图 这批飞机很有可能是从永蜀礁机箱起飞的 这里面最大的美激礁 催田完成后的面积将达到6平方公里 相当于3个摩纳哥或者12个太平岛的大小 并且配处有共大型军舰停靠的深水港和雷达站等设施 在地理位置上 这三个大型人工岛礁呈现品质型布局 暂时可以遥降呼应互为计较 可以说现在中国对南海诸岛礁的控制力 已经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由于南海诸国均缺乏足够的兵力投送手段 也没有理想的空中掩护能力 一旦与中国发生摩擦都会处于下风 至于述诸国具法 我觉得就更加不用想了 对于这种岛礁很遗憾 那真是谁拳头大 谁拿的好处就多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从此以后 中国在南海都高枕无忧了呢 南海这块肥肉 虽然已经是叼在了嘴里 油是流了满嘴 但想要咬下去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呢 这些岛礁本身是不产生效益的 能产生效益的是周边的海域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了 贪子越大 你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至于墙内有种把这些岛礁建设成 马大夫的想法 我觉得可能是万千个中国梦中的一种吧 而且不只是田岛要花钱 维护也是要花钱的 岛礁跟陆地边界不一样 不是你只排陆军手的就可以了 你得配备空防海防和运输部队 目前实际控制岛礁最多的越南 也已经紧随其后 在南华礁西礁和南枝岛等地开始了田岛作业 当然他们的规模要小很多了 直播呢作为进攻方想要完全掌控此地 你要付出的努力得多得多啊 别人助手一个营你得上去一个团 别人来两架飞机你得来一整个中队 而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虽然宾威降广 但它靠得近啊 停海造岛或许没有这个实力 但每年的石油可挖的不少啊 目前马来西亚的海上游景 绝大部分都在南沙附近 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 约涨其GDP的20% 在我看来啊 南海问题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国家利益之争 既然是钱的问题那都可以谈 谈不拢就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嘛 每次都去折什么 自古以来就没有意思了嘛 说到这里啊 估计有很多人要喷我卖国了 我是有这个心 我也没有这个力气啊 我建议你们呢 还是到毛泽东纪念堂去问一问 十一段线是怎么变成了九段的 阴阴岛又是怎么到了越南手上的 以上这些说法呢 仅仅是针对和平时期 但万一中国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有势 那这个局势可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张苏山的优势 并不会给战略上带来任何的好处 在世俗素敌的情况下 尤为如此 而且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啊 是针对南海诸国而言的 对于美国 它是不存在的 它也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只不过呢 它不是偶尔弄个16架运输机来演练 它是每天都在自由航行 就现在的局势而言 如果台海有问题 南海也一定不会幸免 因为那里是中国的近海中 唯一适合核潜艇活动的区域 不会翻个底着天 我可不信 前段时间中国航母在南海的表现 大家也都看到了 一旦要与它和海上决战 那你的兵力是要往哪边调配呢 别跟我说你全都要啊 全都要 同样也是中国梦中的一种 航母和潜艇打不过 尚可退入港口 饱船制敌 但这些岛礁 这些不成的航母 可是既挪不走 也逃不掉啊